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八补给区中奖司令 有水大大的后勤干部 但是解放战争的大局又把他拉回了前线 调他的是他曾经的上级兼好友傅作义 当时正担任华北角总司令 傅作义深知守北平必先守天津 只要天津守住了 北平就有了退路 那么由谁来守天津呢 傅作义想到了好友陈长杰 应该说陈长杰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到了天津后立刻展开了城防工程 连老蒋都兴奋的说 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 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 何愁天下不稳 然而有的时候啊 天命真的是难以为抗的 当老天爷不准备保你的时候 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会给你 后来的事啊 大家也都知道了 脾气火爆的刘亚楼只用了29个小时 就将陈长杰精心构筑的城防工程摧毁殆尽 天津解放 据说 当我军将士冲进陈长杰的指挥所 用枪指了他的后背时 他还在发布着务必坚持道理的命令 忽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俘虏 见过后 傅作义有一次去监狱看望陈长杰 但陈长杰拒绝见他 等傅作义进来了 他也怒目而视瞪着傅作义 一句话也不说 傅作义走后 陈长杰仍然耿耿于怀 对人说 傅作义让我死守天津 他却贪生怕死 在北平起义 我当了接下球 他却成了做上宾 道士跟他一起坐牢的黄维看得更清楚 开解他说 他让你死守天津 就是为了在北平有谈判的筹码 傅作义可能也是对他有愧疚 好几次给中央写信 请求对陈长杰宽大处理 1959年 新中国第一次特赦战反 陈长杰的名字就在其中